他卸下来休息的时候 听到里面发誓讲经 他进去 听听得很欢喜 把他卖部的那些钱拿出来供僧 就是打一趟斋 现在将打一趟斋 中了这个善音 到宋朝时候 他就做小官 做小官 好几世都不舍人身 很难得 这一点善根 到宋朝时候做了便宜将军 这个地位就很高了 那么在他做将军的时候 攻打江州 他是好像是赵匡英的部下 赵匡英是宋太祖 开国的时候 攻打江州 江州守城守得非常坚固 所以说很困难的把江州城打下来了 打下来之后 他非常生气 下令屠城 这个罪就中了 屠城滥杀了 那么古报 必定是多地狱 事情怎么发生的呢 刘细云 刘细云 这是个大护章产 他 他 底属下 那小户人家替他工作的 养了一条猪 这个猪杀的时候啊 毛一去掉之后啊 身上有曹寒两个字 所以才知道啊 他已经躲在猪胎里面 遗肉供人了 这个故事里面 他在这个 沙的头一天 托梦啊 给这个刘细云 把他自己啊 这个事情 向这个刘细云 告诉 求刘细云救他一命 刘细云去看杀猪 看杀猪就叫曹寒的名字 一叫的时候 他就打印 所以就把这猪啊 卖下来了 一应果报啊 这样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好像是去年 齐居士在此地给我们讲 他的同餐道友们呢 也是亲近亲吻的 就在他们山下 说是晚上有五个人 匆匆忙忙的 赶路 遇到一个拖拉机 就请那个拖拉机的时候 送他们 这个开拖拉机的时候 是这个乡镇的 他们都认识 都很熟 把这五个人送去了 他乔竹缸 要一包块钱 人民币 再五个人给他了 回来之后很高兴 结果把钱拿来一看呢 是纸钱 免钱 他是被人作弄了 到第二天天没有亮 去到那个人家去找这些 找这五个人 把人家门敲开了 昨天我送了五个客人 到你们家 这人家说没有啊 我们昨天晚上 从来没有客人来过 他说不对 我送他到你们门口啊 下天的 他给我的钱是 敏钱的 这个主人也听说 敏钱 感觉他很好奇 他说昨天呢 我们家里面 好像是狗 是小狗 我们这个老狗 生了五个小狗 他说有这样的事情 是啊 你进来看看 他就想了 昨天晚上有一个人 他很清楚 头上戴了个白帽子 这个印象很深 就看那个小狗 有一个一头小狗 头上是白帽 他这一看 吓得了 昨天晚上碰到鬼了 拉了五个鬼去投胎去了 这个是近代的事情 那么环游 这真正是孝顺母亲 而没有智慧 不写 奉扬母亲的国报 这在嘉心 浙江啊 有一个人 每一天就抓螃蟹 螃蟹在市场上卖 卖了之后 买一点蜜去供养母亲 母亲晚年的时候生病 生病的时候 古报现前 儿子常常抓螃蟹 抓螃蟹用绳子绑螃蟹 他拿绑螃蟹那个绳 吞到自己肚子里去 自己说 早一夜的情 不这样子 吞呢 他就觉得很难过 好像这种吞的时候 他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过了几天就死掉了 所以孝子养亲 不能杀生 从事于杀生这个行业 就是孝孙母亲 母亲也没有办法得到善报 你说可怕不可怕 那么我们想一想 世间人 唯一是之类 不懂得 夜阴可报 不知道这些小动物 也是一条命啊 由于我们的愚痴 造作中烟 吃了大亏呀 到国报现前的时候 受大苦 他母亲临死的时候 受这个苦难 死了之后 决定多三土 还要给许许多多众生 结缘仇 我们一个人 生在这个世界 为生活 不能不选择行业 要慎重选择 绝不能 害一切众生 更不能够害人 害人的罪 比害这些畜生的罪 要加很多倍 现在的人 都是存了 杀到盈望之心 非常严重 对别人 总是想欺骗别人 敲诈别人